晚安 欢迎收看 今天台湿晚间新闻 我是李英如 连日豪雨造成了国道土石流边坡崩落的意外 在今天上午11点 国道1号南下10点1公里细致路段 当时高约30公尺 长度大约是100公尺的山堤 直接崩落到国道路面 导致交流道上的告示路牌扭曲变形 险些砸到路面 索性当时没有人车经过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国道1号上头的指示路牌 因为土石边坡崩塌 整整倾斜了45度 差一点就掉到国道路面 画面显向环身 就怕支撑不稳 路牌真的砸下来 高工局赶紧出动掉车 进行拆除作业 走山意外发生在1号上午10点多 国道1号南下10.1K细致路段 大量土石冲刷到路面 崩落的大片土石 高度约30公尺 长度约100公尺 造成国道路面因为巨大冲击力而毁损 索性当时刚好没有人车通行 没有人员伤亡 初步判断的话 是因为近几天都连续下大雨 那导致这个土壤含水量过高 那土壤松软 所以造成边坡滑落的情况 目前国道1号南向汐止出口 集散道路持续封闭抢修中 高工局建议基隆八堵 要往国道3号的民众 可改从基金交流道 或台62线快速道路前往 而国道1号南向往汐止的车辆 可以提早从五堵交流道下 改从平面道路往汐止开 目前经过高工局紧急抢修 主线两干道已经恢复通车 但南下往汐止的车道还是封闭 而这走山场景12年前 国道3号也发生过走山意外 当时在基隆七堵段 马东系统交流道附近 造成了四人死亡 当年一人陈美凤也正好经过该路段 只差几秒就成为土石下的亡魂 如今一样也是走山石压国道 惊险画面唤醒人们惊恐回忆 记者参观人杨文豪 新北市采访报道